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1号颁布的尚域 就是金政府决定要纺行宪政 那么这个尚域的这个 这种拟止就是准备 那么正是缓行君主立宪论者 和主张素性君主立宪论者 经过反复讨论之后 共同决定的 因此说这个缓性君主立宪论 和这个主张素性君主立宪论 他们之间在正 Значит 意念上他们也是有相似之处的 因为什么呢 他们都是封建统治阶级 那么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内容 是就这些人的一个政治理念而言的 就从政治理念上 他们是有相同之处的 是互相混淆的 那么他们这种政治理念上 就是一种互相混淆 那么就导致了 是吧 他们这些人 这些成员 在政治分野上 那么也是混沌不清的 也是很难把它解决分清楚的 就是说哪些人到底是属于 素性君主立宪论 哪些到底是属于 缓性君主立宪论者 哪些人是一些彻底的 反对实行君主立宪论的 这个界限实际上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这个问题 我们也可以举几个例子 你比方讲 徐志昌 人们都认为 徐志昌 同袁世凯的关系 非常密切 那么但是在预备立宪的问题上 徐志昌有很多问题的看法 和袁世凯 是大义齐取 意见完全不一样 那么1905年 亲政府派五个大臣出洋考察政治 在这个时候 人们就讲说 徐志昌不慎复原 就是不太 和袁世凯的意见之后 就是不是很一致 不慎复原 那么1906年 我们前面讲了 亲政府搞了中央官制改革 就是屏武官制改革 那么这个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就是原来的军机处 是照存不废 仍然保留军机处 不设责任内阁 这是屏武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袁世凯对于这个官制改革的方案 是非常的不满意 袁世凯在讲 说这次官制改革的方案 叫做性质全失 基础不坚 因为什么 没有设立责任内阁 没有废除军机处 袁世凯对这个方案非常不满意 那么因此 袁世凯就提出了一个补救的办法 怎么补救呢 他是这样讲 原来不是主张要废除军机处 设立责任内阁 那么后来的官制改革当中 说军机处仍存不废 他要提出一个折衷的方案 什么折衷的方案呢 就是把军机处我也不说撤也不说不撤 是把军机处呢合并到政务处 由政务处承担起责任内阁的这种职责 那么这是袁世凯的一个想法 那么但是袁世凯的这个补救办法一提出来 那么徐世凯等人 对这个问题不认同不认可 那么史料记载说他们是具以从缓为宜 认为这个事情还要缓一缓 没有按照袁世凯这个补救办法去做 那么袁世凯没有办法 感到很孤立 那么史料记载说是攒不饶舌 暂时不再讲了 徐世昌有人说跟袁世凯的关系很密切 但是在预备立先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跟袁世凯的意见并不一致 是吧 就是他们这个政治分野并不是很清楚 又比如 像这个缓刑军宪论者 像赵炳林 铁梁等等 是吧 那么这些人 有些人就说 他们这些人是属于那种顽固保守派 是坚决反对实行郡主立先的人 那么但是有的人又讲 说荣庆和徐世昌 都是肃清君宪论者 袁世凯的一个元党 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呢 有人说他是顽固派 有些人呢 他说是主张肃清君宪论的 袁世凯的一个元党 那么铁梁 又被人们认为是肃清君主立先论的 一筐的心腹之一 就是这些人的政治分野呢 并不是很清楚 那么我们如果就肃行君主立先论 和缓行君主立先论 这两个政治派别而言 是吧 那么这两个政治派别 他们都主张要改行君主立先政体 但是不能够损害到君主的国体 都主张要改行君主立先政体 但是不能够损害这个君主的国体 他们在改行君主立先政体 这个大方向上 他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 他们之间的分歧是什么呢 是在立先的具体的过程当中 具体的步骤上 具体的速度上 有分歧 一个是主张 是吧 要塑形 一个主张要缓行 是吧 他们在主张这个改变这个君主 专制政体这方面 他们是一致的 那么分歧是在速度上 方向上有所分歧 那么如果就这个君主立先论者 和反对实现君主立先的人 就这两个政治派别相比较而言的话 他们之间的分歧 是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 是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还是君主立先的这种政治体制 才能够有效的维持君主国体 是这么一种分歧 无论是主张实行君主立先的 还是反对实行君主立先的 他们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 把自己的政治间谍 看作是保卫君主国体的一种政治保障 无论是主张立先的 还是反对立先的 他们一个根本目的 都是怎么样保证君主的国体 那么也就是说 怎么样巩固住清朝皇帝的皇权 怎么样消弥外患 是吧 怎么样才能够阻止 日趋高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 那么这些是这种三种不同的 立先论者的一种共同的一种目的 这三者无论是主张塑形君主立先的 还是缓性君主立先的 还是反对实行君主立先的 都认为自己的政治主张 自己的政治见解 可以达到抵御外务 消弥内患的这么一种目的 都可以达到 使清朝皇帝 这个权位得到巩固 都可以达到这么一种政治目的 那么因此这三者 这三种政治派别 我们可以说呢 叫做殊途同归 所谓道路虽然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样 殊途同归 有些问题看法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这个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先论 他们之间的差异 仅仅是一种形式 那么他们的彼此之间的 这种共通性 才是实质性 那么在这个地方 讲的这个 这一部分内容 主要想讲什么呢 就是讲 这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先论 他们的政治主张 和他们对于清政府权力 问题的一种理解 有着直接关系 那么也同他们自己 与个人的这个政治目的 既得利益 有着直接关系 他们之间的分歧 既有政治理念上的分歧 也有权力矛盾 权力斗争的一种色彩 如果从国家权力 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之间的权力之争 应该说是更本质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的题目呢 是叫做是改革自救 还是政治骗局 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从总体上呢 对于清政府这个预备立宪 做一个评价 你说人们对于这个清政府的 预备立宪 它的评价是不一样的 有一种说法 就是认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是一种骗局 有的说不是 那么我们到底怎么样去认识 清政府这个预备立宪 那么想就这个问题呢 谈谈我自己的看法 这个马克思啊 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话 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陈旧的东西 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 得到恢复和巩固 陈旧的东西 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 得到恢复和巩固 那么我们讲 清政府的预备立宪 那么事实上就是这样 就是清政府 力图在新的形式之下 是吧 来恢复或者巩固 那么他的政治统治 那么从这个角度认识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这是清董事集团内部 关于这个改形君主立宪政体的这种政治主张 那么就他的主观动机而言 他就是他为什么要改形君主立宪政体 从他这个主观动机而言 他主要的是 或者说他主 从一开始主要是什么呢 是在探究一种新的统治方法 他人要探讨 采取什么样的统治方法 才可以维护他的统治 他主要是 或者说一开始主要是探究一种统治方法 新的统治方法 而不是作为欺骗或者愚弄国民的一种权宜之际而出现 那么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就是他一开始 主要不是欺骗 他真的是在探究一种 他有一种什么样的新的统治方法 才可以维持清王朝的这种政治统治 那么清政府实行这个君主立宪 应该说是清统治集团内部 是吧 他们对于当时的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和他们所面临的这种统治危机 所做出的一种本能的一种应变的准备 或者应变的一种反应 面对着国内外的这种变化 面对着他的统治危机 他本能上才要考虑 我怎么样维持我的统治 是他的一种本能的应变的一种反应 那么或者说是清政府 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了洋务运动之后 在20世纪初 就是1901年到1905年 搞了更新新政之后 在做了这一系列的自救改革运动之后的 一次更高层次的改革尝试 什么层次呢 就是已经不再是制造什么枪炮船戒 是吧 不是这样了 而是进入什么呢 政体层次的改革 就是他从洋务到更新新政 是吧 再到预备立宪 他的改革的层次那么提高了 那么尽管这次改革的尝试 我们可以说是浅尝辙止 没有取得成效 那么但是清政府的这种改革的尝试 反映出了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的一种规律 历史发展他必然要进行这些改革 从器物 是吧 西方的器物到西方的西学 是吧 到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 是吧 它是一个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 那么清统治集团内部的这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主张 如果说就他们对于君主立宪政体的认识这个角度来看 他怎么样认识君主立宪政体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素形君主立宪论的这种主张 这种见解 确确实实是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也有一定的深度 那么素形君主立宪论和缓形君主立宪论 他们这种主张都有他们一定的道理 是不能够完全否定的 也并不是没有这个可取之处 我们也没有必要因为他们在政治上的反动 或者因为他们某些个别人 这个政治品质不是很好 对于他们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这种政治见解 已改加以否定 没有必要 那么那种认为清政府从一开始 就是一场政治骗局 这种说法我认为呢 是站不住脚的 就是清政府一开始未必是一种骗局 我认为他就是在寻求一种新的这个统治方法 那么一般的讲 人们所设想的社会发展模式 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越多 这个对于这个统治阶级来讲 机构的政权形式越多 为统治阶级提供的统治方式的选择就越多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 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这种主张 素形君主立宪论 或者主张缓形君主立宪论 或者是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这些主张 对于统治阶级自身而言 应该说呢 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 就是统治阶级在考虑 如何进行政治统治的时候 那么这三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对他都有参考价值 因为这三种不同的主张 都是要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一个 是吧 国家长治久安的这么一个要方 对统治阶级来讲 那么应该说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那么但是我讲这个问题呢 仅仅是讲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 那么事物往往是相成而又相反的 有它的积极的方面 那么就有它的那种消极的负面的作用 那么在这个政治决策学角度方面考虑 是吧 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可以为统治阶级提供不同的参考和借鉴 那么但是在实践的这个政治实践过程当中 作为统治阶级 最热衷的是什么呢 是政治上的这种高度的中央集权 他们希望的是思想意识上的这种高度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上讲 清政府内部的这种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同时出现了 那么这个呢 就不可避免的会造成 人们的政治上的一种离心力 是吧 人们的这个思想意识 是吧 那么政治理念就发生了混乱了 到底哪个正确啊 是苏形好啊 还是缓形好啊 还是根本就不实行这个君主立宪论好啊 是吧 那么它会产生一种政治上的一种离心力 造成一种思想上的混乱 这个事情就正像一个社会学家所讲的那样 一个社会学家叫做密尔士 他讲 他说一种新知识的不断滋长 一种新时代观念的广为传播 往往使统治者的措施 愈来愈错乱 愈为把持不定 就讲什么呢 就说新的思想出现了 各种思想都出现了 就会使这个统治基金的思想产生混乱 是吧 他没有个一定的知规 是吧 他在很多问题上 他就会左右摇摆 那么因此呢 就是这个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同时出现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那么对于清政府来讲 他又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 引起人们的一种 这种离心离德 那么这个呢 对于清政府来讲 又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那么下面 我们结合着这个 三种不同的君主立宪论 看看他们在这个历史上 所起的这种不同的这种作用 那么从这个历史哲义方面来看 那么反对实行君主立宪的这些官员 他们坚持一种什么呢 天道不变论 天不变道义不变 从历史哲学上讲 说天不变道义不变 那么继续到清政府的这个预备立宪过程当中 他们这一种什么表现呢 就表现为以不变应万变 就无论国内外情况怎么变 他始终坚持 清政府的传统的统治方法 是不能够改变的 封建的伦理道德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 为什么不能改变 天不变道义不变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人往往是无视国内外的情况的变化 是吧 坚持这个封建统治的这种一统独尊 排斥其他任何的社会的这个阶级阶层集团 是吧 分享统治的这种权利 那么也说 这些人所主张的是一种什么呢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